1860年10月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咸丰皇帝深感不妙 于是带着慈禧太后一行人逃往成德避暑山庄 北京城破 英国军队的首领俄尔金下令直扑圆明园 不仅带着法美俄三国大肆截掠圆明园内的审保 更想出将圆明园烧毁的主意 在他看来 讽毁圆明园一法能给中国及些皇帝造成极大的震动 于是1860年10月18日清晨 英国骑兵首先在圆明园放火 其他国家得知后也纷纷效仿 各国军队总共三四千人 连续纵火两制 不但把圆明园复之一炬 还烧死了圆内来不及逃走的太监宫女三百余人 这个额尔金正是火烧圆明园的罪亏祸首 额尔金实际上是英国贵族的封号 它出现于1633年 是由苏格兰设立的 并将其颁赏给了声名显赫的布鲁斯家族 火烧圆明园的这个额尔金 是布鲁斯家族的第八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 巧合的是他的父亲托马斯·布鲁斯 又是抢夺希腊帕特农神庙的人 但父子俩的结局都不太好 托马斯因为瘟疫毁容 还失去了妻子和贵族院的席位 而詹姆斯也在火烧圆明园两年后 被调往印度担任总督一职 1863年 詹姆斯在印度的房子被雷劈中后燃起大火 他被活活烧死在屋内 年仅52岁 1986年 河南盲荡山的几个村民用炸药开山取石 意外之间 竟然发现山中有条十米长的铜钱路 里面还藏有无数珍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十米铜钱路即可观看